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Cat 哈佛大學校友范文藍說 我們所有人都要盡一分力量 支持救援那些在中國 因為金錢或掌權者的原因 而被綁架和殺害的人 范文藍參加了3月8日 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舉辦的 《強制活摘器官威脅人類的罪行》研討會 隨後發表了制止這種罪行的願望 3月7日和8日 哈佛大學的三個學生團體 在校內舉辦提列活動 邀請資深研究者 展示關於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的證據 引起校內外人士的討論 畢業於哈佛大學 肯尼迪政府學院 承擔任馬州國際貿易副州務卿的范文藍說 這個主題並不容易探討 但是討論它是非常必要 希望我們能夠找到辦法 制止那些邪惡者的反人類行為 3月7日的第一場主題演講 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舉辦 當日下午 主辦方在哈佛科學中心 放映了電影《國有器官》 並邀請製作人Candy Song 及其他嘉賓和觀眾座談 此日下午 嘉賓還去到哈佛醫學院 和聽眾探討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證據 以及有關制止這個罪行的想法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加拿大人權律師麥塔斯說 活摘器官不只是針對法輪功的威脅 我們看到它也蔓延波及維吾爾人 我們應對的事情確實不只是跟法輪功有關 而是對全人類的威脅 在主題演講中 麥塔斯從2006年活摘器官罪行首次被曝光傾起 傾到自己多年來調查過程中收集到的證據 麥塔斯也介紹了調查報告書籍 血腥活摘中羅列的證據 包括調查員和中國移植醫院醫生的訪談記錄 中國器官移植手術數量的不正常低增 以及調查員和前往中國接受移植的病人的訪談記錄等等 麥塔斯說 中國共產黨和他的朋友不承認這些事 經常通過直接的方式侮辱我和其他調查員 但證據本身是無可抵賴的 系列活動的另一位嘉賓 猶他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吉爾克里斯 談到了他對中國器官移植數據和案例的研究 吉爾克里斯特別提到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 中國醫生發表了學術論文 題為COVID-19肺炎晚期長者病人的肺移植手術 文中提到兩個案例 一名66歲的婦女 2月26日登記的移植 3月1日就進行了手術 另一名70歲的男子 3月5日登記的移植 3月8日就進行了手術 吉爾克里斯說 這篇論文有意思的地方是 裏面沒有提到器官捐獻者 自主自願的同意捐贈 也沒有提到國際承認的移植道德標準 似乎完全不必顧慮到這方面的問題 法輪功學員韓宇作為受害者家屬 參與了系列座談 韓宇談到2004年他父親韓俊興 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捕 2個月後在拘留所死亡 韓宇和家人查看遺體時 看到從父親的喉嚨到腹部 有一條很粗的縫合線 當他們想仔細檢查遺體時 卻遭到警察的阻攔 韓宇說 我對他的死亡有很多疑問 但得不到答案 直到3年後 我才知道真相 成千上萬的良心犯 被中共殺害 並且摘取器官 看到這份報告 我混身發抖 我難以相信 這樣的邪惡 竟然會在這世上存在 3月1日 美國猶他州眾議院 一致通過S.B.262法案 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的血腥行徑 這令猶他州 成為繼德州後 第二個實施這類措施的州 2023年6月 德州將反對活摘器官法案 納入州法 此前在2019年 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 也曾指出 中共一直在大規模殺害良心犯 例如受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 本次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系列研討會 由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研究生院 法輪大法俱樂部 哈佛大學學生維吾爾人團結協會 哈佛本科生西藏人文化協會 共同舉辦 並得到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的贊助 法輪大法俱樂部會長高安說 在學術環境中 我們對活摘器官問題的討論還不足夠 高安說 儘管已經有很多證據和研究證明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但他在哈佛看到 有一些師生對這個仍然是不相信 有些了解實情的人 則是害怕中共不敢談論 因此公安希望邀請資深調查人員來到哈佛 為大家系統性地展示證據 公安提到 活動前有百多人在網上報名 活動現場有哈佛學生 教職人員 東亞研究專家 也有哈佛校外人士 如麻省理工的科學家 以及其他人權支持者等 公安說 參加昨天論壇的每個人都同意 我們有確鑿、堅實的證據 但如何吸引人來 如何令學術圈接觸這些證據 這是一個挑戰 在麻省理工學院任職的生物科學家 維吾爾人Maya Mittalipova 參加了3月7日的主題演講 和國有器官的電影防映會 Maya談到 雖然這部電影展現的 只是幾個家庭遭受迫害的故事 但電影預視著數百萬信仰者 和少數族銳遭到屠殺的實情 Maya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話題 是一個有關全人類的主題 應該被每個人都看到 我們需要提高我們的聲音 去制止這種可怕的行徑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劉景華報導 本次的《紳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示範 昨晚了 完成 一連戶 各位 最後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